这是房间,我们房间的话都是以四到五到六个人一间 大家都是用学员的这个身份一起参与运动 所以我们没有规划小的空间 都是大家像同班同学一样小班次啊 就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房间都是一样的 然后在我们的空间设计里面 因为我们是以运动为主 所以我们有预留了一些空间是要做运动用的 那做运动用的,譬如说我们在整个动线 除了居住的空间动线安排以外 让他们直接面对外面的公园 就是可以看得到绿化 然后还有因为公共安全的问题 所以当初我们在设立的时候 就是有特别去找一楼 还有在想办法靠近公园的情况之下 去成立这个单位 结果很幸运,就让我们找到了 这个在台北市每一天是在哪 我们外面大概有上千平均 哇,太美 然后至于我们里面呢 就是在规划上面 因为是一个运动的单位 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做出斜坡 因为这个斜坡呢 在他们步行的时候 不过这个斜坡呢 我们做的是20比1 就是说无障碍要求 无障碍要求是12比1 那我们为了要缓和他们在步行的时候的困难度 可是又不希望全部都是平地 所以有一个比较拉长的斜坡 让他们去体验 那在地面的这个处理上面呢 两个 因为现在是因为天气比较凉 所以哦 他们如果说不适合不适应的 我们就让他们穿鞋子 可是在夏天在训练的时候 或者说前阵子 11月还没那么冷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打字脚 在不同的食指上面去感受 还有在地板上面去感受 然后他的那个竹 竹的这个肌肉群 竹部的肌肉群跟神经 他会经过这个地面的反馈 会觉得说他的用力啊 跟他的这个力道啊 然后中间做一个刺激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中风的 就是一般的一般的厕所 那这个是敦寺的 我们这个都是整个 整个场地下来了以后 都是额外额外去整体空间规划 后面是两个无障碍浴室 然后我要带你们去看平常洗澡训练的空间 然后这是我们的厨房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多功能活动厅 我们每天的上午啊 有带课 课程都在这里 课程都在这里 等一下会有一些课程的相片可以 可以拿出来分享 你说这个是做 多功能活动厅 它大部分是上课啊 吃饭啊 然后看影片 唱卡拉OK 都会在这边 我是看到有很多这个是让他们 随时一天刷四次牙 哇 每一个细节其实都要很多的成本 是是是 可是我想肠造机构里面很少看到一天刷四次牙 我为了要让他们真的做得到 所以把工具全部都挪出来 我不让他放在床边 这下了不起 其实它就是细节 那我们在厕所的规划里面 我们也放了那个小便室 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希望真正的 是能够训练到站起来 不然我们也不需要花这个费用 或者这个空间来做 还有因为他们进出厕所 都是有不方便 所以我们每一个厕所 我都做的帘子 他假设进出真的 没那么方便马上拉门 他也不至于光着屁股 让人家看到 那或者说为了安全 他关门以后反而我不放心 所以我们看得到脚 看得到人 看得到膝盖 可是看不到屁股 那像灯呢 我们就做感应室的 关门以后他就洗掉 那有人进出就会亮 这边是我们刚刚一个简单的会议空间 那我们运动区 我们运动区 就像这 看得到 看到那个文会的Youtube 有很多躯干运动 就是在电商区做的 我们就比照了一个 一般正常人的瑜伽教室 那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如果说是站起来运动 对他们来讲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会以坐姿 或者是躺 躺的姿势下 可是又不能在床上 因为床太软 空间也有限 他很多肢体的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这为什么要让他垫高呢 垫高是跟他轮饮高度一样 我们在轮饮的泥位上面 如果说他今天坐下去了以后 我们有很多的人要把他抱起来 又是拉胳膊 又是拉腰 他可能会受伤 我们工作人员会受伤 因为他们有时候 体重蛮重的 并不是所有人 应该是倾桥的 那我们旁边也做了很多保护店 那那边保护店呢 也是工具 可以拿来当工具 这下面有很多 因为有站立架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坐站立的 就比照医院的紧蟹床 可是医院紧蟹床 是有角度设定 通常就是对 坐下来头会晕 在训练心肺的时候 才坐紧蟹床 一般如果说他能 保持两三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坐轮椅是不会头晕的 基本上他缺的是站立 他足踝经过压迫之后 脚筋会扁平 就不会变形 中风的很多就是因为没有练习 所以他足踝的角度就回不来 会下垂而且内翻 即使他后面神经连结 已经改善了 可是他变得脚摆不平 而不能走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说我们在 大部分都是中风以后 从医院之间过来 我们这边是一个短期的地方 让他学会 我们叫做简易 简易运动教学 不是男的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不是复健科 我们只教运动 那他跟一般人 运动员呢 跟正常运动又不一样 因为那些东西可能 牵扯到心肺功能 强不强 我们教的都是简单的肢体运动 就是很缓慢的 可是这些运动 对他的整个功能提升 是有帮助的 包括蹲马桶 我们就先做蹲起 坐起 他这个东西会做 他才有可能去做马桶 我们是希望跟他的生活 结合的运动 最好的状态就是他会走路 他一旦能走路 他的整个生活品质 跟家人生活品质 就会改善 请问一下那上面那个是什么 它是课程 课程 有些什么课程 首先你看前面第一 我要上去指吗 不用不用不用 你不用 你只要告诉我 因为上面 下面有人名嘛 在旁边是站立 这边是做站立 然后那边上去做翻轨 然后还有趴姿 走撑地 还有宽膝踢腿 然后第五是步行训练 步行训练我这边有个悬吊 等一下如果我找到相片可以给你看 然后呢 抬臀在这上面 然后走路是从这边出去以后 我们会安排谁该走路 我们这些都属于客制化 就是说谁能够屁股抬得高 谁是屁股抬不了 可是他能站立 那谁能够踢腿 我们是全部都要依照他们的情况 那上面有名字 然后上面的日期是12月29号到1月3号 就这段时间我们执行 哪些内容 那他是否像 这个大拇指的那个图像红色的 就是说他都有完成 然后如果只有笑脸就是部分完成 那因为有时候运动他们是有情绪 然后我们就摆了一个那个黑色的炸弹 然后那天是有情绪的 那今天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五了嘛 上电上去有谁上来了 然后他有没有完成动作就是上面有呈现 然后第八呢就是被动的关节活动 因为他有可能他是能抬臀 可是他的手是不行的 嗯 所以他的手我们要帮他拉开或上去 嗯 也会在这个垫上去来做 嗯 嗯 他非常好 但是他有后线其实是有困难的 就是说他一个手要拿联盆头 另外手他要折叉 就不太可能 他联盆头拿着他就不能叉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设想过 然后我们有把他们排了一个空间 那每个人有自己的帘子 帘子那个帘子跟 就是说他跟他之间可以隔开 可是工作人员随时可以进去 给他一个空间 然后让他自己在里面学会怎么样 淋浴把淋浴的这个联盆头放回位置 然后怎么样拿自己的肥皂来擦身体 像这些东西我们都帮他们做 然后就希望说 哎 做一个固定之后 他的椅子靠近 然后在这边洗 然后手松也不会掉地上去捡 然后他需要拿联盆头 那因为我们的联盆头是用手指控制的 你看 我不用我不用去开水龙头 他这是没开我只该打开 就是说这个水呢 已经打开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他如果要淋浴的时候 只要手指头 这个我先把肥皂先换 就是网上没有写号码 这是谁的肥皂 我只要一只手能用 我按一下脖子 我指指动一下 这个水龙头 就可以跟着开跟着灌 我们是有做了这些规划 可是事实上他们要学会 整个学会而自己操作 独立的话 其实是有困难的 所以洗澡这个部分呢 我们很想训练 可是不容易 那还有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做了一些规划 因为他洗澡就排便 可是我们里面没有马桶 然后我们做了抽空系统 然后我们做了保温系统 就每个人去点下面 他就有一个自己的保温系统 然后帮他保持温度 然后还有就是排风系统 我把这边的臭气冲出去 直接拉管子冲到外面去 然后呢 我做了一个隐藏式的马桶 不到他成为这里面的障碍 然后这边后面是洗衣房 换下衣服直接丢出去 后面是洗衣机 还有那个烘衣空间 隐藏式马桶在哪里 然后这里要找 有很多家属他来看的时候 他也会问我这个问题 我隐藏式的马桶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洗澡做就在做的话 这个需要的话会打开 不需要它就是无障碍的 在我们在推的过程里面 它不会影响到我的作业 那我的一桶水放在这边 就是为了说那个 变气冲洗用的 这个就是为了变气冲洗用的 这个就是为了变气冲洗用的 就是说我是挖了一个 糞便处理的空间 然后一路管子拉到化分尺去 然后他 这边我要做一个马桶也可以啦 可是因为有一个马桶在的话 第一个是隐私性 还有这个马桶 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障碍 嗯 那如果突出地面的话 我们怎么处理 那 这些问题啦 还有因为一个训练空间 它使用量会比较大 会集中 有没有可能堵塞 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 就是直接装管路 拉出去 就没有冲水 没有堵塞 然后也没有平整的问题 就隐藏在地板上 所以同时间好像可以很多人在一起在这做训练嘛 所以我们就是男生女生分开不同天 男生一三五女生二四六 所以一个礼拜有三天洗澡 对 夏天冬天一样 都一样 是很好 然后他们洗完了以后 直接从这边上电上去 上什么 上电上去 上电上去 直接穿电上去 对 然后他们有穿尿片穿裤子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影子上面是湿的 他没办法穿尿片或穿裤子 是 所以他如果需要的话 会到这边 因为他需要一个平台能够躺握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把它拉起来 嗯 嗯 然后他会在这里做那个尿片更换 穿新的干净的裤子 嗯 都处理完了 才会进到电上去 嗯 设想的非常周到的 其实都 嗯 整个空间的动画啦 跟我们要服务的那个 内容啊 其实都是经过讨论 还有一直改 一直改 他们所有洗完的衣服 我们就会把它干净的 收起来 放在这边 哦 每一个人的衣服都放在这边 每一个人他要换洗的 我们会陷遗留 哦 就不用再去房间拿 哦 也比较不会错 因为名字 我们是有穿制服 嗯 那他们自己里面会穿一些自己的内衣 内裤 那或袜子 这个都要缝 帮他们缝编号 帮后毛巾 然后他们都有名字 这边贴着 好 就不会搞错 嗯 然后学员服 我们是不是叫学员服 学员服我们就帮他绣 绣号吧 绣床号 我们热水是两边都可以供应 嗯 所以他如果 因为如果说他 他要 他要蹲很久 有的人 因为洗澡的时候 其实最好就是海蟹 嗯 就是我们通常洗澡都上午嘛 嗯 吃完饭以后 我们早上会先开晨会 嗯 晨会开完以后 就会 一三五二十六来 进来洗澡 那他们可能有的人 在洗澡前 已经去上过厕所了 那没有的人呢 我希望他在这边养成 早上排便的习惯 所以他有时候 可能会甚至蹲半个小时 你就直接帘子拉起来 他就在那边等 好 那如果说需要用水 那边都是热水 一样 都一样的 只是说那边是要 我们工作人员服务 然后这边的话 他有时候可以自己 自己控制 嗯 然后 便完了 我们才进来洗 不会是水跟粪便同时 都在那个下面 这样子 整个场地都污染了 嗯 所以我们椅子 会准备比较多 嗯 不是洗澡 都在那边洗 因为没办法 因为有多好人 你只能做多少事 嗯 嗯 好 呃 所以说这边是 家属 比较会 会用的这样 这是家属的东西 家属的东西 对 这是家属的东西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们每个人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我们会把他摆在这里 我们就把他集中起来 那是家属自己做吗 还是 家属来之后有的会自己做 那如果说我们的管罐的 因为我们管罐其实是少数的 我们大部分是来运动 所以大部分是有过技术 只是说要做吞咽 做那个 呃 就是原训练 好 那个会个别做 那吞咽如果状况好 胃管就麻掉 我们这两天才刚有 一个 两个 两个胃管才刚去掉 好 我们有一个还有气切 应该是一个月后 应该不到 不到一个月应该会去掉 嗯 这个轻易大哥在那边 嗯 等一下 如果他愿意的话 你可以 可以采讨他 好 所以我们这边 像每个家属不一样 带来东西 我们就要帮他们去住 说他大概是几点要 用什么东西要 要怎么样 像这个都是家属带来的 好 每次要充多少 好 这边 这边 嗯 嗯 麦月梅 嗯 安树 建立体 好 不同的人 嗯 不同的人 嗯 嗯 然后 他要泡信仁茶 嗯 他不同的人 他不同的需求 嗯 然后他原本是什么 后来改了 我们没有再去印 然后我们就是在上面图改 嗯 嗯 就是时间要记住 然后人要记住 他要的东西是什么 嗯 嗯 所谓客资话就是指 应该是指这样子的东西 嗯 嗯 那我们除了这个客资话 以外我们在服务内容也客资话 不是饮食啊 饮食当然因为有 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吃素 嗯 他就是要求要素 可是他可以接收肉鞭菜 好 那家属他也会自己备其他的 那个素食 因为怕我们营养不够均衡 他会带 我们前面有一位师傅 就是他的妈妈 嗯 所以很多饮食 大概80%的内容 他会自己自备 那每天的米饭 好 跟那个蔬菜的部分 好 他会从我们这边 看适合他来 他就会拿 嗯 嗯 真的 真的 嗯 然后 逐店上去啊 护理饭啊 这就是 护理饭啊 行政区啊 观察室啊 这都是另外的 观察室是指什么 嗯 譬如说 嗯 譬如说 有发烧 哦 要隔离的意思吗 嗯 也不算隔离 因为我还没有做到那么 那么严谨 是 我们只是说 是不是 他要特别去处理 会有一个空间在那边 嗯 所以有人用过吗 嗯 譬如说前一阵子 有 有一位 所以还是有人 对 有一位奶奶 大约90岁 她现在在那边 她刚入住的时候 因为精神科调了药物 嗯 所以就是不稳定 每天晚上会吵闹 嗯 那她在房间里面 她就会影响到 别人的休息 嗯 那她她自己白天 白天喔 因为休息不够 她参与活动 就 体力就不够 那她如果影响到一个房间 就是五六个人一起被影响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个 应该是 就是我们的正常的作息 会整个会受到影响 嗯 所以我们就是会把她移到这边来 担住水 是 非常贴心 嗯 非常贴心 可是她调药 只是那几天而已 后来调好顺了 嗯 我们就让她回房间 嗯 通常发烧 我们都会以就医 嗯 她我们是一个 我们不是一个养活单位 我们是一个运动的地方 你们是几度 给她送去就医 我们通常 如果说像 嗯 前两天有一个 三十 七度五 啊 额温三十七度五 是 然后观察两个小时 没有 后来就降了 没有继续再烧的话 那我们 嗯 就不会 有什么特别的处理 可是如果说 譬如说 嗯 有一位 是因为她的整个体力 就是免疫状态啊 比较差 她一烧就死 那通常我们就会 通知家属 或是三十九度 我们都会通知家属送 因为她处理完 她明天才有提议 那如果说 她她不处理 她明天没有提议 然后她的疾病 可能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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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起来 正在进行中 我觉得这个反正 我们这边都要处理 比较积极啊 就是希望她把整个状态 先控制 然后这样子对 后面的那个活动的话 嗯 隔天的运动啊 然后她参与 比较有可能 嗯 没有说三十八度就送医 我们会请她 三十八度还不会 嗯 三十八度 三十九度 我们用了 嗯 就是用了 譬如说 物理降温 喝水啊 啊 然后冰枕啊 啊 擦棗啊 没有药物 在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还在三十八度 三十九度 那就要就医 嗯 就 可能会请家属带去看 嗯 那医生决定怎么做 我们回来配合 嗯 那或是说医院说 那需要观察 那就留在医院急诊室观察 我可能比较不愿意发烧货业啦 是 我们不希望这样 是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这样照 那边是那个学员的地方 我远远的照一下他们的活动可以吗 远远的没问题 我就在这 你看看我的画面 你看看我的画面 如果不行的话 这样画面是这样的 可以啊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那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吗 嗯 这一边哦 这一边刚刚他们也有做小大部分 你是说我们镜头的左边 橘色椅子 橘色椅子 啊橘色椅子 他们在干什么 那边是以区干跟下肢肌 是 腹肌 或者是下肢肌 是 嗯 他们在做什么 刚刚已经 现在是在休息了 对 刚刚在练的时候已经过了 有鼠肤很大声的啊 那个就刚刚在练 就是这边的 是 然后那边的话是以区干跟上肢 你看看我的画面 可以啊 这样可以啊 区干跟上肢 对对对 你看现在有看有 是 那就文徽 哦 那就文徽 他在做那个像举重一样的练习 是 那我这个画面比较小 人看的不清楚应该可以啊 对 好 好 那现在 好我们可以 OK 好那谢谢 好谢谢啊 嗯 嗯 运动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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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